不让民进党占据全部的版面 国民党中常会今天也同时通过 提名马英九总统竞选连任 而马英九在随后发表的参选声明 以脚踏实地向前行 台湾一定赢为主题 强调台湾不能够再走贪腐 锁国撕裂又无能的回头路 民进党执政八年做不到的政策 他都会一一做到 加油声中 国民党中常会上 通过提名总统马英九 回国民党第13任的总统候选人 马英九将正式禁逐2012连任之路 马总统时而握拳 时而比出不同手势 而语气更是坚定有力 展现马英九已经就竞选战斗位置的 十足气势 而民进党总统初选确定由蔡英文胜出 国民党也刻意比预定时程提前一周 在27号常会上正式提名马英九竞选连任 对决的意味浓厚 我们还是再次呼吁民进党未来的大选 能够跟国民党来场君子之争 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手法 负面选举 马英九正式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后 紧接着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普冲 操刀的总统竞选办公室 也将在五月初正式成立 而满九也将会在六月提出副手人选 在全代会上一同出席肇事 记者 郭聚林 台北报道